金華城的容積率的弊案 北檢持續調查當中 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 他昨天召集了計師工會商討 發現要是金華城貿然停工 可能會有公安的疑慮 所以建議說 鼎月能不能夠自行放棄 最具有爭議的20%的容積獎勵 先減少紛爭繼續施工 不過藍綠議員認為說樂觀其成 認為這個是現階段 能夠創造三營的最佳解放 馬上停工 會有安全的疑慮 那也能夠讓這些糾紛 暫時的停止 我是呼籲他 也建議他來辦理 建造的變更 拿掉20%的容積獎勵 金華城弊案 鬧得轟轟烈烈 正一百分之二十容積獎勵 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 考栗立即停工 會對金華城周邊台鐵高鐵 和民房等等造成公安危險 因此向鼎月提出新解放 算起來的這個樓地板面積 大概一萬八千多平方公尺 那差不多減少兩成多 三個月內應該可以把這個變更設計 把它完成 事後這個房子蓋了還沒有蓋完 那司法程序還他們清白 他也可以到市政府再來行政救濟 目前金華廣場設計是地下七層 地上十九層建築 要是扣除百分之二十容積率 大概減少兩層左右空間 藍綠一元樂見其成 如果他們願意放棄這個容積獎勵 百分之二十的話 我覺得就讓他直接把它蓋完 我覺得應該創造三營的一個局面 確保他的這個建設日程 不會有特別拖延 也會確保他資金的狀況 不會有斷催的一個問題 鼎月集團前一天表示商討過後 會在二十五號下午 給北市府一個答案 不過也有議員認為 要是鼎月接受扣除百分之二十容積率 不就是間接承認 違法取得容積獎勵嗎 所以鼎月抗告成功 要是跟財北檢扣押土地失敗 現在就不再有理由 阻止金華城持續施工 蔣是否想釋出善意拆彈 還存有太多變數 記得陳心陳明華 台北想到